新北市农业局渔业处今年在淡水区的第一渔港环境改善工程 虽然已经完工 却民众反映渔港内有许多的漂流垃圾 还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因此市议员正渊也邀请相关单位来办理会刊 要求渔业处必须要定期的清理海漂垃圾 维持淡水第一渔港的清洁以及环境卫生 新北市农业局渔业处针对今年淡水第一渔港 进行环境改善工程 虽然现在工程已经完工 不过却有民众反映渔港内有许多漂流垃圾 而且还散发出阵阵恶臭 而对于这一处看淡水夕阳的观光景点来说 可说是破坏了赏美景的兴致 因此市议员正渔恩日前也邀请了相关单位 来到渔港会刊了解状况 第一渔港刚整修完毕 然后又有好几天的大雨 所以呢就有居民来反映说现场的味道 包括了这个排水管 还有整个渔业海洋的垃圾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这边召集各个单位 包括了我们的污水接管 然后环保局的机查 以及农业局渔业处的一些海漂垃圾 我们都希望各几处分工好 然后把我们这个第一渔港呢 把这个环境给做好 邻近的店家表示 过去常常都会有二臭飘散出来 尤其是下大雨天过后更是明显 而议员表示淡水第一渔港 过去一直是淡水的热门景点 不仅是渔港的位置 可以观赏到淡水的夕阳 还有许多店家 让游客可以漫步在河岸 享受浪漫气氛 但是对于现在有垃圾 还有二臭的问题 对于观光形象 更是一大冲击 因此也希望渔业处 环保局及水利局 可以共同的来解决问题 那现场呢 就是希望说 整个污水接管率可以再提升 然后环保局的这个机查 可以定点定期的来看 那还有我们的整个海漂垃圾 渔业的资源 我们也希望说 渔业处一起来努力维持环境的 干净跟整洁 议员表示在会刊之后 发现渔港的排水寒管 汇流了许多其他地方 没有接污水下水道的污废水 都排入了淡水河当中 因此要求水利局 清查临近住户的污水接管率之外 也要求渔港的管理单位 渔业处必须定期的来清理海漂垃圾 维持淡水低渔港的清洁与环境卫生 记者许多艺淡水采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